长按点赞键并转发本期节目 抽取一位幸运观众送出Ryzen 5 3600一颗 快来检验一下你是不是真正的欧皇吧 盼星星 盼月亮 我们总算是把新一代的甜品A卡给盼出来了 今年这场显卡的龙针虎斗真是相当精彩 AMD这总算是把祖传的GCN架构给换掉了 你算算多少年了 一年到今天 七年得有了吧 这RDNA的新架构表现如何 我们可是十分的好奇 ND这边也不甘示弱 强心一步弄出了个Super出来 不管老黄的目的如何 至少它是有所准备的 那么今年年终的这场甜品大战 究竟结果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测的卡有这么几款 AMD RX 5700 RX 5700XT ND RTX 2060 2060 Super 2070和2070 Super 其中N卡我们用的都是影驰的非公版 所以你们心里要有一个数啊 这个成绩测出来会有的公版高出一些啊 对于A卡来说会有那么一点不公平 但话说回来 A卡现在也没得卖非公 N卡的Super也没得卖公版 所以这个对比还是有点实际意义的 这几张卡的定位和定价也很有意思 NV给出的Super的建议是保持原来的价格 但2060 Super现在普遍卖到3000元以上啊 这个价格比起当年的2060还是要高出一些的 而2070 Super就比较符合这个说法了 京东最低的3999价格和当年的2070如出一辙 A卡的价格就更加有意思了 本来5700定在2999 5700XT定在3599 结果发售前一天AMD突然宣布降价 5700降到了2699 5700XT降到了3099 这样的操作实在是让人猝不及防啊 经过这一番降价之后 定位就比较明确了 5700XT和2060 Super刚正面 而5700要面对的就是2060了 那我们评测的一开始先来聊聊表面功夫 一张显卡到你的手上 给你印象最深的首先肯定就是它的外观了 特别是A卡 这次5700系列公版的做工相当赞 尤其是低端的这个5700 射击简约没有任何多余的线条 非常耐看 最重要的是这个外壳 终于换成全金属的了 相当有质感 你看风扇外面这一圈 特别的漂亮 一张甜品卡的公版能够做出这样的精致感 还挺少见的 放在以前这全金属可是只有旗舰才有待遇的 唯一可惜的是5700没有提供背板 而它的各个5700XT倒是提供了金属背板 但设计上就见仁见智了 我一开始在网上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 简直傻了 AMD是怎么做出这么奇怪的设计的 就好像一个一拉罐被人捏了一下一样 完全不可理喻啊 当我拿到实物之后发现它其实还蛮有想法的 AMD在5700XT的盒子上也做了这么一道弯痕 旁边就写着他们的slogan Bend the rules 意思就是要扭转各种条条框框 跳出传统 显卡上的折痕其实是寓意了Navi跳出了长年以来GCN的限制 这么一个意思了 5700XT的实物看着其实没有像宣传图上那么诡异 尤其是这一道道拉斯的配胜下 这张卡的做工感觉还是不错的 甚至顶上还做了个信仰灯 这点是5700所没有的 但我觉得总体设计上还是5700更加耐看一些 N卡这边我们用的都是影驰的非公版 那么大将和gamer我们以前都聊过了 这里就说说星耀这个新系列 这个卡还是比较懵骚的 透明外壳包裹的亮黑色 风扇上两朵大大的RGB柔光 颇有几分JDM的味道 比起现在流行的七彩跑马灯来说 逼格高了不少 更骚的是顶上这一行字 What's your problem 不是 What's your game 这个slogan还挺有意思的 那么接下来就到拆解环节了 我们这次要拆的是AMD的5700XT 这张公版卡还是比较好拆的 一把十字刀头就搞定了 一拆开卡 最让我们意外的就是核心上的导热材料了 AMD并没有使用传统的硅脂导热 而是采用了石墨烯电片 我们追究了一下原因啊 主要是因为核心面积太小了 热量堆积的比较密集 如果用硅脂 反而不能很好地导出热量啊 但是要注意一点 石墨烯电片是比较厚的材料 所以这张卡的散热跟核心之间的空隙留的是比较大的 图硅脂不太好图 建议买了公版的同学能不拆就不拆吧 那我们把石墨烯的残渣擦干净来看看啊 这一颗就是AMD全新的Navi10核心了 使用7nm工艺打造 5700XT拥有2560个流处理器 基础频率1605Mbps Boost1905Mbps 同样搭载Navi10的5700 则是配备了2304组流处理器 相比5700XT其实并没有阉割多少 但频率上就比较低了 基础频率只有1465Mbps Boost也只有1725Mbps 这不禁让我对它的超频能力有了一些期待 毕竟基础频率这么低啊 显存两者都是256位的8GGDR6 显存频率仅为1750Mbps 其实从这个参数当中 我们已经可以嗅到架构的变化了 以往A卡之间的流处理器是可以大致比较的 但这一代性能上已经超过了VEGA64水平了 但流处理器却比VEGA64少了将近一半 这就很明显地体现出了IPC的提升啊 不过关于新架构RDNA的详细解析 我们还是放到视频的后半部分去吧 这里咱们先把拆解讲完 公版的5700XT配备了7加1项数字供电 5700要少一项 两者的供电接口皆为8加6PIN 散热采用的都是真空浆均热版的设计 并且不管尺寸上也好还是做工材料也好 明显都要比之前的RX480公版良心了很多啊 总的来看这张公版甜品卡 做工还算让人满意 可能这个凹痕你不一定会觉得好看 但这张卡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 都是比较肯花钱的 说了这么多也不如实际上机意义更大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性能测试吧 测试平台还是990K配上影驰名堂的16G 372 C14内存 首先我们来跑一下3DMark看看 FSE当中5700和5700XT的表现相当可疑 两者均介于2070和2070Super之间 一如我们在拆解的时候预料的那样 这两张A卡的差距并没有拉得很开 而N卡这边也很有意思 2060Super的性能甚至和2070没有什么差别 而2070Super更是远远强于2070 这个分数反而有点接近2080的意思了 看来这次的Super并不是以往的Ti 它不是用来精准定位强占细分市场的 而是另有它用 再来看看Time Spy 图灵架构对Time Spy有着特殊的优化 所以20系卡在Time Spy和Time Spy Extreme中自然是完胜5700系列了 5700在Time Spy中和2060半斤八两 5700XT则是和2060Super半斤八两 跑分当然没有办法直接反映出游戏的表现 所以我们这次也选用了好几款显卡杀手 一起来看看今年这批甜品显卡玩游戏能跑到什么程度吧 首先是玉碧三剑客 我们来看看刺客信条奥德赛 奥德赛里我们这几款显卡的性能还是比较符合它们的定位的 1080P下 5700正好介于2060和2060Super之间 5700XT也差不多处在2070和2070Super之间 但是当我们把分辨率上调到2K之后 5700反而被2060给追上了 5700XT同样只能和2060Super2070平起平坐 最后我们把分辨率上调到4K 5700的表现还算凑合 但5700XT却被2070给反超了 从这里我们就能明显看出来 5700系列图形压力越大越是力不从心 反而在低分辨率下表现倒是不错 这点和大核心的2070Super截然不同 然后我们来看看全境封锁2的表现 在全境封锁2中 几张显卡的表现也比较符合预期 5700在各个分辨率下都略微高于2060 而5700XT也一直是略微高于2060Super和2070 你看我一直把2060Super和2070放在一起说 因为这两张卡真的完全没有区别啊 再来跑一下彩虹6号围攻 这个游戏的表现和奥德赛非常像 1080P下5700可以强出2060一头 5700XT也要强于2070 但把分辨率开到2K之后 两张A卡表现就开始下滑了 2K分辨率5700只能和2060相当 5700XT则被2070反超 4K分辨率这个劣势就更加明显了 2060超过了5700的表现 而5700XT同样也输给了2060Super 至于2070Super 显然和其他几款显卡不是一个档次啊 接着我们来看看刚刚推出的新游戏F1 2019 这个游戏的优化还是相当不错的 1080P全开下 参测的显卡基本上都能接近120帧 2K分辨率也都能跑到90多帧 只有4K分辨率全特效下 压力才算比较大 此时就只有2070Super还能全程保持60帧以上了 不过要说优化好的游戏 同样作为赛车游戏的极限竞速 地平均4的优化更好 尤其是对于A卡 实在是太友好了 5700在1080P下甚至跑出了137帧 远远强于2060和2060Super 5700XT居然还超过了2070Super 哪怕以2K分辨率运行游戏也能跑到平均124帧 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啊 最骚的是 我们的2060Super居然在两种分辨率下都超过了2070表现 更加说明了 这两张卡是真的没有区别啊 哪怕我们开到4K分辨率 5700也能全程保持70多帧游戏运行 表现非常良好啊 这地平均4说是对A卡优化最好的游戏也不为过啊 不过接下来这个游戏对A卡就不会那么友好了 巫师3 这个老牌显卡杀手 哪怕我们测试的时候已经关闭了NV专属特效 1080P下 5700依然只能和2060跑到差不多的水平 2K分辨率下更是被2060反超 5700XT也输给了2060Super 到了4K分辨率下 这个差距进一步被拉大了一些 N卡在巫师3中算是大获全胜了 另一个N卡优化的游戏就是地铁了 我们玩了一下最新推出的《地铁离去》 这个游戏A卡的表现反而倒是挺惊喜的 5700甚至战胜了2060Super和2070 5700XT也有点接近2070Super了 不过这个游戏的压力真是相当大 哪怕1080P全特效 我们参测的显卡也都只能跑到平均30多帧 到了2K分辨率 各款显卡更是只有20多帧 只剩下2070Super还能保持30帧了 不过这个游戏是支持光追和DLSS的 对于用20系显卡的同学来说 还算是有条后路吧 最后我们也测了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竞技游戏 CSGO 在CSGO中 两张A卡的表现非常奇怪 在1080P下 不管是5700还是5700XT 它们的工作频率都只有900到1000兆左右 远远低于正常频率 跑出来的性能也比较一般 但是到了2K分辨率之后 A卡的频率就正常多了 5700最终可以跑出平均311帧 比起2070还要再高一节 5700XT更是可以超过2070Super 表现还不赖 但我们也注意到了 CSGO这个游戏 各大显卡之间的差距都不是很大 说白了 这个游戏依然是主要持CPU的游戏 显卡够用就行了 通过上面的游戏测试 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 如果看综合性价比的话 5700和5700XT的性价比都挺不错的 当然27N卡也有自己的buff 所以这个价值价格比就要看你自己来衡量了 但无论如何 参测的每一张卡除了这个2070之外 都大致符合各自价位应该有的价值 所以你喜欢哪家就买哪家呗 没有哪个是比对方有绝对优势的 其次 5700和5700XT用的这颗navi10是个小核心 流处理器只有2304个和2560个 这就导致5700跑4K分辨率会有劣势 但反而跑1080P的低分辨率的时候 游刃有余 得心应手 所以说这个PS5宣传8K游戏 我反正是不信的 最后老黄Super系列的定位和我们之前预料的完全不一样 我们本来预计Super应该是一个补卫用的产品 2060Super应该是介于2060和2070之间才对啊 结果我们测下来 2060Super几乎和2070完全一样 然后这个2070直接就停产了 这个操作看似很神奇啊 既然性能一样 老黄又为什么要出这个Super呢? 直接给老卡降价不就行了吧? 这里就大有学问了 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为了在不损害经销商利益的前提下 变相 降价 这么说吧 AMD570一出 老黄如果还按照原来2070的价格来卖卡 消费者肯定不买账啊 这个时候正常的操作应该是什么呢? 我猜大多数人想的都是降价 把2070降到原来2060的价格 这不就有竞争力了吗? 这下消费者确实买账了 可是渠道就麻烦了 你让显卡厂商怎么办? 人家亏本还得帮你吆喝吗? 不太现实吧 这件事情是有先例的 在十多年前的2008年 由于之前ATI的不景气 老黄已经吃了多年老本了 即便是AMD最强的3870 也只能达到老黄960GT的水平 所以当时的中高端恩卡普遍卖的比较贵 这个时候AMD就推出了一张扭转战局的神卡 HD4850 4850这张卡从规格上看似没有什么特别的 200多平方毫米的小核心就跟今天的5700一样 定位也是一个甜品的定位 AMD依然造不出旗舰卡 但就是这张首发1399元的甜品卡 性能上打败了NV售价2000多元的中高端显卡 9800GTX 逼着9800GTX一夜爆降千元 堪称显卡史上的一段佳话 可这价格腰斩 消费者是开心了 显卡厂商就傻眼了 合着我造了这么多的9800GTX 你也不提前说一声 现在突然要我半价买 那我还过不过日子了 这一场闹剧下来 各路显卡厂商较苦连篇 对于老黄阵营来说损失惨重 今天的Super从我们的测试结果来看 就是这件事吃一欠涨一致的产物 用2060Super来替代2070 在保持产品竞争力的同时 也给显卡厂商一些准备的时间 老黄这一步棋下得不可为不精明 再来看看温度和功耗的表现 我们通过Time Spy曲线来看看温度和频率的变化 温度方面由于N卡都是非公版 而A卡这两张都是公版的涡轮卡 所以只能简单的参考一下 5700的温度在涡轮卡也还算可以接受 但5700XT就比较高了 飙到80度以上完全不是问题 这个表现基本上和老黄10系的涡轮卡的表现差不多 噪音方面我们实测下来和以前10系涡轮卡的表现也差不多 两张A卡会比现在的双温染卡炒上一点 但还算是尚可接受的 当然如果你拉满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功耗表现 这个就真的能看出AMD这次在架构层面上的进步有多明显了 两张A卡几乎已经和同级的N卡做到了差不多的功耗 要放在GCN时代 A卡功耗超出N卡50%都是小意思 这小核心7纳米 尤其是新架构的采用绝对功不可没 那为什么这一次RDNA的架构能有这么大的改进 居然能够追平 引现了这么多年的竞争对手呢? 我们来给大家好好地分析一下这个新架构啊 自从2011年底的7970以来 这个AMD显卡的GCN架构一直小修小补 用到了今年的RDNA7 直到今天咱们要测的5700系列才算是换了新架构 而2011年底的时候 老黄还在用超级热效率也不尽如人意的费米架构 这八年时间里 英伟达陆续推出了开普勒 Maxwell 帕斯卡 福达 还有图灵这五代架构 而这五代架构的对手无一例外 全是GCN 如今Navi核心所搭载的RDNA架构的横空出世 终于改变了这一切 5700XT的核心面积居然比上代的VEGA64小了一半 仅有251平方毫米 这什么概念 这个面积甚至就意味着 虽然现在发布的只是定位终端的5700系列 但未来的5800甚至5900系列 应该可以轻松借助规格的堆砌 做到向5700XT翻倍的水准 你们可以想一下 这是什么级别的性能 对了 十年前的4870也使用这样的小面积核心 干掉了大核心的9800GTX 再说回RDNA本身 RDNA就是核糖体DNA 拿错稿子了 RDNA作为AMD这8年以来变化最大的架构 它在内部设计上几乎是完全推倒重来的 它和GCN的相同之处几乎只有一个CEO单元 包含64组SAMD阵列这样 但是实际上CEO单元已经完全重新设计了 两倍的飙量单元 两倍的调度单元 单循环发射 双模执行单元 并且两个CEO就可以当作一个工作组处理器 这种架构改建就有点像当年英伟达从开普勒 进化到Maxwell的感觉 与GCN架构相比 RDNA架构的CEO单元虽然也是64个流处理器单元 但具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GCN是4组SIMD 16阵列 4组SIMD 4固定阵列 而Navi变成了两组SIMD 32 两组SIMD 8阵列 而且支持Wave 32 Wave 64 双模执行 这部分的改变提高了效率 使得指令不需要频繁拆分 合资2架构中 辅典单元的改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与此同时 RDNA的共享矢量和标量单元又翻倍到了两组 简单粗暴地提升了吞吐量 进一步提升了性能 和Zen2的架构改进重点一样 AMD在RDNA架构上还改进了多极缓存的一致性 每个双CO组合内都有自己的L0缓存 增加了四组新的16W128K L1缓存 降低了L2缓存的拥堵 使得延迟和功耗大大降低 而带宽也显著提升 这样大刀阔斧的进化所带来的最终结果是 Navi核心相比Vega 64核心 IPC提升了25% 那么由于它又用上了7nm工艺 相应的每瓦性能比提升了50% 这样的性能提升绝对称得上是脱胎换骨了 哦对了 我们到现在还只聊了性能和功耗呢 其实独家功能也是显卡重要的一面 老荒这边有光追有DLSS对吧 而AMD在这个方面一直都比较欠缺 直到5700这次 这两张新卡终于带来了一些新功能 其中我最关心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用来降低输入延迟的Anti-Lag 另一个是实时锐化图像的RIS 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看这个Anti-Lag吧 凡是打游戏肯定都知道输入延迟非常重要 尤其是射击游戏 如果鼠标不跟手 肯定会影响你的发挥 通常来说影响到输入延迟的主要有你的鼠标 你的显示器 还有你电脑运算的过程本身 而Anti-Lag就是通过显卡驱动 来对CPU调度GPU的过程进行优化 AMD会控制CPU的工作节奏 确保CPU和GPU的工作可以保持同步 这样一来当CPU接收到输入指令的时候 它可以及时地要求显卡去绘图 而不是堆积了一大堆指令之后 再等着发送给显卡 这样一来就可以有效地降低输入延迟了 说了这么多没有用 我们赶紧实际测试一下看看吧 Anti-Lag现在已经可以在驱动面板里开启了 选择你要玩的游戏 然后打开Anti-Lag就可以了 进了游戏之后 也可以通过ALT加L开关Anti-Lag 这项功能不仅支持Navi 就连GCN的老显卡也是可以使用的哟 为了检测出输入延迟 我们的字幕君和一位你们非常熟悉的嘉宾 一起制作了一个测试装置 我们在DIY键盘的PCB上焊了一个轴 然后直接把一颗灯珠焊在了轴的针角上 这样一来当我们触发按键的一瞬间 灯珠就会亮起 然后我们用960fps的高速摄像机拍摄测试游戏的画面 记录从灯珠亮起到屏幕发生变化的这段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输入延迟了 为了最大限度的控制变量 我们还搬来了字幕君用的240Hz天屏 尽可能减少屏幕带来的影响 那么对延迟最敏感的游戏是什么呢? CS GO肯定算一个 但是很可惜我们测试了一下CS GO 发现这个Anti-Lag的效果并不明显 开了Anti-Lag相比没开只有一毫秒的优势 几乎可以算在误差范围内 如果是这样的结果 那我觉得Anti-Lag的意义可能就不是很大了 那要不我们再来试试别的游戏 比如彩虹6号围攻 这也是一个对延迟非常敏感的竞技游戏 那在R6中表现似乎就有点意思了 开启了Anti-Lag之后 输入延迟从原来的36毫秒降低到33毫秒 虽然3毫秒依然不算一个巨大的飞跃吧 但已经是某些电竞选手可以感知到的水平了 在R6里开启Anti-Lag提升要比CS GO明显了不少 既然如此 我们再来试试别的游戏 比如吃鸡 这个游戏的优化就没有CS GO和R6这么好了 然而Anti-Lag却在吃鸡中发挥出了更大的优势 开启了Anti-Lag之后 输入延迟只有38毫秒 比不开的时候低了整整7毫秒 这下感受就非常明显了 这个延迟差别已经是普通人可以感觉到的程度了 那为什么Anti-Lag这项功能在CS GO里没什么作用 却在吃鸡里特别有用呢? 我们深究了一下 发现这可能和游戏的帧数有关 CS GO中我们的平台可以跑到300多帧以上 R6可以跑到接近200帧 但吃鸡就只能跑到100多帧的水平了 而高帧率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直接降低延迟的 像CS GO这种动不动就300多帧的游戏 其实本来的延迟就已经不是很高了 再想通过Anti-Lag降低延迟 自然就起不到效果了 根据AMD自己的讲法 Anti-Lag的最佳使用范围是60帧到90帧的游戏 这就是为什么这项功能在吃鸡中能有这么好的表现 不过这个Anti-Lag并不是没有缺点 一方面它目前只支持DX9和DX11的游戏 DX9还得是Navi的新显卡才能支持 另一方面它对性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影响 比如说R6中开启了Anti-Lag 帧数降低了差不多两三帧的样子吧 反正这个影响也不是很大 基本上和NV的Shadowplay录屏差不多 除了Anti-Lag之外 AMD这次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RIS图像锐化了 熟悉游戏里图形选项的同学应该对抗锯齿不陌生吧 游戏里面物体的边缘经常会有这种狗牙的存在 那么这里就可以通过抗锯齿来获得更加平滑的图像 可是抗锯齿这项技术尤其是后期处理的抗锯齿 比如说FXAA和SMA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就是会导致画面的模糊 你看我们在地平线4里开启了FXAA之后 狗牙确实少了很多 画面确实平滑了 但画面的细节看着也模糊了很多 那么AMD这次推出的RIS就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会分析每一帧画面的对比度 来智能地对物体的细节部分进行锐化 突出高对比度物体的边缘 这个功能现在已经可以在驱动面板里开启了 你只要选择这个Radeon图像锐化 再开启GPU缩放就可以享受这项功能 那我们就来实际对比一下地平线4的画面看看效果吧 很明显 RIS对于图像里模糊的部分有了肉眼可见的改观 尤其是路面上的细节和物体的边缘明显要清晰了很多 与此同时 这项技术也并不会耗费额外的性能 所以说还是蛮有用的吧 除了改善抗锯齿造成的模糊之外 RIS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在低分辨率的PC上模拟高分辨率的图像 以此提高性能 这个做法和NV的DLSS恰恰相反 但作用却是差不多的 我们拿1080P开了RIS的图像来对比一下2K分辨率 如果仔细去对比细节的话 1080P开RIS相比2K的细节上肯定是有损耗的 但整体给人的观感已经不明显了 我甚至觉得开了RIS的图像比起原生2K还要再锐利一些 这对于低分辨率的那种模糊感改善也是非常明显的 这AMD有点东西啊 看来以后的低配玩家有福可享了 诶 你先别急 这RIS虽然效果很好 但它也有一个致命伤 不支持DX11 最搞笑的是这玩意儿是支持DX9的 也支持DX12和Valcan 但就是不支持DX11 根据AMD的说法 不支持DX11是为了把开发资源更多的用在未来的游戏上 但支持DX9是因为DX9的老游戏不需要做额外的适配就可以使用这项技术啊 嗯 这个听者好像有点道理啊 反正AMD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玩家社区对于RIS的需求够大的话 他们会考虑在以后加入DX11的支持了 我看还是早点加入吧 现在大多数的游戏用的还是DX11 如果这个技术不支持DX11的话可就局限了很多啊 不过要我说 这NV和AMD的新技术就应该结合一下 咱们先来个DLSS 用低分辨率生成高分辨率的游戏画面 再用RISS把画面中模糊的部分锐化一下 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既节约了性能又保证了画质 岂不是非常爽? 常规的测试部分我们已经全部做完了 那接下来大家相信也知道我们要干嘛了对吧 超频呗 说到超频啊 这两年的显卡超频真是越来越无聊了 几乎现在的显卡超频都是带着镣铐在跳舞啊 不过这是不是意味着5700系列也是这样呢? 先说结论 不是 5700在默认状态下的频率相当的低 即使是在游戏当中也很少能达到1700以上的频率 这就让我对它的超频能力开始期待了起来 那么我们打开Wattman 嗯 最高频率居然只限制在了1850这样的频率上面 再看看功耗限制 只能拉高20% 那么在都拉到顶的情况下 它能超频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来跑个FSE看看 哎呀 其实还是有一些提升的嘛 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它的极限性能 但是这样的限制 会不会是因为散热呢? 为了解决这个疑惑 我们决定搞个水冷试试 不过这张5700是不可以拆的 那我们就只能拿那个5700XT开刀了 刚好有一位德国老哥 他也找到了破解功耗墙的办法 所以我们决定试试 我们手上的这张显卡 极限到底在哪? 换好水冷之后 我们进入系统 利用德国老哥给出的办法 通过导入注册表来破解掉功耗限制和频率限制 冲冲冲 冲冲 最终我们把这张卡超频到了2.1GHz FSE成绩也达到了13294分 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默认的RTX2070 SUPER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不能让这张显卡超频到德国老哥文中所写的2.2GHz 也许是体质的问题吧 也许是供电散热的问题吧 总之在尝试更高的频率的时候 等着我的只有一次又一次的黑屏 不说了 我自闭了 呃 这张5700XT的超频幅度让我有点失望 不过相比于RX5700XT 另一张RX5700的官方频率定的很低 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超频潜力惊人呢?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和刚才一样的操作 我们破解掉功耗墙和频率墙 冲击后打开Wattman 直接把最高频率拉到跟5700XT一样的2.1GHz 显存频率拉到900 功耗 风扇全拉满 跑个3DMark 卧槽 这FSE成绩直接干掉了默认的5700XT 甚至已经达到了2070SUPER的水准 这什么概念? 从这点也看得出来 5700在同频下 其实和5700的差距并不大 接下来我们又跑了F1-2019的benchmark 在2K分辨率下它甚至达到了104帧 甚至比默认状态下的5700XT还要高出4帧 这个性能相较于它的默认状态甚至提升了20%之多 要知道 这还只是使用涡轮散热器的公版而已 这样的超频幅度 无疑是近年罕见的 这让我更加期待起5700系列的非公版显卡了 如果没有频率功耗强的双重限制 这代显卡的超频能力会有多强 真的是不可预料 但话又说回来 公版的散热确实是差了点 基本上可以说是这张显卡最薄弱的一环 所以我非常建议各位等一等各家的非公版5700系列显卡 我相信非公版的5700默认频率也会有惊喜 总的来说AMD这两张NAVI显卡还是比较有看透的 尤其是5700这张稍低一级的显卡 凭借和老大哥差不多的规格 久违的强大超频能力 还有更加合理的温度功耗表现 以及最重要的这个好看的外观 算是获得了我的青睐吧 至于5700XT 我觉得还是等等非公版比较合适 现在这张公版比其实有点不适合这张显卡 这次AMD的新卡从各方面都像极了10年前 你小博大的HD4850 只不过这次由于老黄及时回过神来了 用Super提前做好了准备 所以这场仗明面上打得并没有当年那么激烈 但没有关系嘛 现在的AMD显卡部门就像一头商欲付出的门狐 就在我们以为它早就被NV这个猎人打伤了元气的时候 它突然爬了起来 猛地扑过来了 虽然NV有所防备 只受了一点皮肉伤 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AMD这头门狐真正的实力 未来还会发生什么值得让人期待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键一键三连 也欢迎大家转发本期节目参与抽奖 赢取这一颗Ryzen 5 3600 更多的视频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